好 为什么我要问这些问题呢 因为我是想确定一下 这个施暴的程度 有没有达到刑事责任的那个标准 那么我也想跟你提个建议 就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再次遇到家暴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保护自己 一定是跑 不能硬碰硬 因为那个时候 谁都不是理智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马上寻求我们的公权力 比如说报案 比如说我们再去找家族的长辈 社区 互联等 那么这些人来帮你进行调解 或者说制止他的行为 你好陆女士 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这份证据 您这回提了一份报警记录和医疗记录 那您除了这次医疗记录 本次提供的证据之外 还有其他的报警或医疗记录吗 这两次 我还有后面的 19年 然后跟这一次去的报警记录 按照我国的这个公安机关操作规程来看 只要你打110报警后 110都会有记录 并且指派所管辖区域的警察出警 进行现场处理 所以您到相应的公安机关都可以调取相关的记录 从法上来说 即使离婚后 您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和法定监护人 您都有探望权 何况现在没有离婚 还在婚姻关于存遇期间 这个是法定的 也是道德上遵从的 任何人不应该对此进行干扰和妨碍 感谢观看